欢迎您继续回到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如果说是香料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这句话还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当年哥伦布为了寻找香料航海到印度 结果呢在途中意外发现了新大陆 然而这个改写人类文明史的香气 却是近十年才大量的飘进了台湾的家庭内 而且呢还是有一名男性大胆掀起了香料革命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这个香料大王的传奇故事 一大群主妇主夫几抱小小的烹饪教室 今天教大家做菜的是冠军厨师陈庆豪 菜单则是大厨参加比赛摘下金牌的客家料理 那个油啊太多了 这样太丑了啊 我跟你讲这太多了 能学到主厨绝活机会难得 学员们聚精会神 就怕哪个步骤没听清楚 然而这一场名菜教学 真正的主角不是大厨也不是菜色 而是桌上一罐又一罐的香料调味料 原来这是由香辛料业者主办的提议课 特别请来名厨授课 教消费者如何在烹调过程中添加香料 北中南一年七百多场的烹饪课 近两万人报名参加 成功地把自家产品推广出去 那会因为来上这课去买阿门吗 会啦会啦会啦 很好 还不错啊 可以一边教人然后一边宣传 那我们接收性的讯息 不会说像此版本的说 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产品 想出这种三营行销手法的 是被封为台湾香料大王的董大斌 他的香辛料产品多达五六百种 市占率超过百分之四十 台湾主要的食品和餐饮业 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香料 他通通都有卖 雕像是几乎鸡 一如电影的经典对白 董大斌始终认为香料欲含浓郁的人文气息 但是这个浪漫的催化剂 贩售过程却一点都不浪漫 话说半世纪前 董爸爸的香料行从中式乳包开始做起 家里客厅就是研磨和包装的零食工厂 后来父亲突然病逝 刚毕业准备出国念书的董大斌 匆忙接下家族事业 本科系念气管的他 对香料产业一点概念都没有 去拜访客户 对方竟然当着他的面 把刚刚递上去的名片 拿来刮除桌上的灰尘 以前我们递上名片 递上名片的时候 可怕人家连见都不想见 对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 感觉到蛮挫折的 也不晓得从何下手 但是也立定了志向说 我既然做这件事情 我就想很简单 我要把它做好 我一生就想把它做好这个事情 造客户当面羞辱 董大斌幼小的心灵很受伤 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自己变身香料达人 他钻研苦读原文书日夜研究 把香料的性质种类功能用途倒背逐流 到处买做书机 自己研究 然后自己买 然后自己研究 自己进口 那中间当然会办很多错误 可能根本没人会用 包括自己我也不会用 虽然拥有一身知识 只是二十几年前下厨做菜 会使用新式香料的消费者 毕竟是少数 为了打开产品通路 从大斌绞尽脑汁 由于许多婆婆妈妈 根本都不会使用这些外国东西 她开始主办一场又一场的 空润教学和适时活动 让香料被熟悉 被接受 创造被利用的价值 为了躯壳传统市场 她大胆拉高品质和价位 大手笔从德国引荐原下 196度C的冷冻研磨设备 完整保存香料的精油香气 利用液态氮的这种 瞬间冷冻的能力 将我们在研磨的时候 胡椒能够受到温度的瞬间冻结 很快就把它 瞬间地把它研磨成细粉 那么这个香味呢 就可以在温度的控制之下呢 很快速地处理 而香料在磨成粉之前 至少还要进行十道手续 例如送进特制机器 除去杂质衣物 董大平说 香料的原产地 卫生环境往往都比较落后 原料一定要经过反复筛选 才不会把石头毛屑 都一起扭进去加料 想得到人想不到的东西 都要做把它做一个检查 确保它的体质 是比较准胜的 不会知道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所以没有石头啊 树枝啊 或是 没有做生肖 对 很多公司 因为这个如果磨成粉 都长得一模一样 尽管工厂一天要生产 20吨的产品 仓库内还有三四百吨 推得上小三的原料 董大平对品管的要求 依旧沿河道进入灰毛 每样东西都得要有身份证 什么时候制造的 制造制定单号 还有是什么人做的 等等的 从这样我们就可以 追溯它的 这个产品的管理 仓库存货 也得天天抽样检查 每个小细节都做得 比别人仔细 再加上创意评教的方式 终于让最初不被看好的 高单价香药产品 获得消费者认同 进而成为台湾的品牌 成功挑战西式香药之后 董大平现在还要进攻 中式调味料市场 为了开发新产品 这位大老板又发挥 当初接手新事业的精神 道出拜师情意 最适合台湿料理 台湿料理 因为那是香葱 香葱就属于 很台湾很台湾 下了班还窝在厨房 东炒西炒寻找灵感 现在大家都怕油烟 那我能不能做减少你油烟的 这样的想法开始进攻 水煮青菜很健康 却没有味道 淋上几滴最新研发出来的 蒜油 葱油 不用爆香 水煮菜也有浓浓好味 可以吃看看 就这么简单 它不会让你觉得 很没有味道 口感味感都有 赞 我们东西我都是已经 先吃过一段时间 确定都没有事情 再放出去 所以这个 我自己都是要清真气的 那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个 产品概念 可能会挣扎一年 甚至一年多 董大兵认为 生活和食物一样 需要加油添醋 滋味才会丰富 处处充满惊喜 就像哥伦布原本 要到印度寻找香料 却意外发现新大陆 改变世界历史 有人说香料 是从天堂门进口来的 因为它的香气 撩起人类无尽的意念 还引爆周世纪的无助战役 香料战争后的五个世纪 董大兵以完全门外汉之姿 一步一步把原本 就属于东方的香气 重新盖进台湾家庭的餐桌 能够参与现代香料史的发展 这位台版香料大王 自觉的超级幸运 超级浪漫 超级不可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